韓粉、辣、中央和鼓蘭之間的局域 是有可能的 其實這個有一些深藍 真的就是想要偷給KP 那如果偷給KP就是氣榜 這不是有點奇怪嗎 有一些深藍的 對於國民黨是 那這些人是不是真的回心轉意了 可能是韓國瑜必須要在那裡的 2024總統選戰進入最後倒數 而藍與白三方在7月晚間不約而同的 都在高雄舉辦造勢大會 其中侯有一個是打出金國牌 喊話1月13日是已故總統獎金國季日 呼籲選民集中選票打贏選戰 而柯文哲進辦總幹事黃珊珊 則在當天於臉書上發文 指出民進黨勝一招抗中保台 而國民黨勝一招棄保 並指出韓國瑜被獲成為2000年的馬英九 三方各自纏鬥 而政治學者施政鋒對此也受訪分享看法 特別的 我想這個部分 應該是要跟外省人結合在一起 就是說我其實 我雖然加入國民黨才5年 他是這樣說嘛對不對 所以他們家是跟國民黨政府是有冤人的 是農民的這個兵分 那再講蔣經國的部分就是說 因為賴清德在講蔣經國嘛 因為蔣經國說在台灣做了那麼久 應該也是台灣人要跟國那些東西嘛 好像就是用蔣經國來罵現在的國民黨 親共同的那些東西嘛 那侯友宇當然也要拉蔣經國出來說 我們認識的蔣經國是成功的 所以到目前為止表示說大家對於 你知道大家老蔣也許有一些不同的評價 但是對小蔣來講大家基本上都還是蠻尊敬的啦 坦白講所以藍綠都可以用啦 好OK 那當時是不同的歷史的定位的部分 你也在民進黨來講 中華民國就是人魚博士 不是帳號的這個部分嘛 那老蔣的定位到底是怎麼樣 也是很負面的啊 我覺得這是公平嘛 但是對於小蔣因為有十大建設 然後開始自由化 崔台青等等嘛 一般的人大概對他比較不敢講啦 坦白講 那當然有一些人可能會講說 以前他是客戶頭子等等那些 可能那是另外一回事啦 那國民黨基本上當然就是說 你看民主化就是要不去的小小 然後又和 垂台青用一些人 然後李登輝哪有李登輝講這些東西嘛 我會覺得啦 民進黨當然是很工具性的在利用小姐 那民進黨其實是完全沒有理念的 通常不清 我在講的充滿了血緣的意見 所以我會看得更多 龐國瑜因為他在外面還回了一陣子嘛 那最後呢 我們說不分區第一名 就是說未來的一項就是說 讓他當立法院院長 我在想說 其實民眾黨大概也認為說 他本來就認為說擅長的過關嘛 所以他如果你看這些人裡面 他大概最主義可以當行政院的 立法院的 就是扮演王金兵角色的 應該也就是韓國瑜啦 大概也還好啦 我意思說大概期待 只不過說 這裡就牽涉到說 我的理解如果沒有錯 一些深藍的部分呢 對於國民黨是還是有點更衡 好 那這些人是不是真的回心轉意了呢 那可能是韓國瑜對消極的部分 韓本跟黨中央 或者是本土蘭之間的區域是永樂良的 本土蘭因為他們傳統的地方派系要有照顧嘛 但是我們軍工就要靠誰來照顧啊 如果立委這邊是不上立 當然我們也不能怪立委 因為民進黨他現在是全面其身嘛 他總要通過就可以通過嘛 連大法官會有比較通過 我意思說這邊的整個不簡單啦 然後呢 所以呢其實 其實這個有一些深藍真的就是想要投給KP 那如果投給KP就是氣寶嘛 這不是有點奇怪嗎 深藍的那個立場是你知道比較深藍不是淺藍嘛 所以這個時候那我們也知道韓國瑜跟這個 我們知道KP在過去是有情誼的 所以當然要做文章或者要氣寶是有可能的 那既然朱立倫主席或韓友宜 他也很努力的把他當批分區第一名 那是很清楚的嘛 好OK 但是就是說他這樣子的班長能不能把他下面的同學 就是他支持者都拉回來呢 這個還是有點難怪 但是回頭又講就是說 對他們來講 那不管是這個侯還是柯當選總統 那應該韓國瑜當選立法院長是絕對的 所以呢 他們可能判斷這個部分呢是無所謂 是坦白講 好那當然他最後就是說 看誰比較會傷